到底一个290尺的开房式单位 怎样可以变成一个又美观又实用的凉房单位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到大围金枝花园的一个单位一起看一下 很开心今天邀请到装修公司的林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单位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你业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而装修公司又如何配合他们呢? 我本身这个单位是开房式的 之后业主想和女儿拼开两间房间有些私物性 所以又隔了两间房间 还有做了隐藏门隔开厅不是房间的空间 一入屋最特别就是这一部木条纸特色墙 大大增加了全屋的设计感 而长生的粒特条纹令视角层次丰富之余 亦保持到简约风格 圆关这里有个方格位 给户主放置一些小家电和水杯等等 下面就做了隐藏柜可以放置鞋物 我看到这个厅和房间做了双连式的地台设计 想问一下这个设计有什么作用呢? 旅户主太多物质 所以要求要多些储物空间 所以你做了地台床可以多些摆东西 这个单位的长生地面和柜架 都主要采用了木饰面设计 整体色调一致 而木纹地台贯穿客厅和房间 令到感觉连贯 房门就做了木条纸暗门 有延伸客厅的效果 提升空间感 来到主人房同样做了木纹面的柜架 沉实的木系色调配合自然透光 令到房间氛围非常舒适 装修公司为户主度身订造的地台床和组合柜 成功在有限的空间为户主提供大量的储物空间 还做到一个梳妆台 让户主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房间打扮 女女睡房就做了组合床年衣柜 上面是睡厂 下面是大衣柜 就连梯级都是柜桶 有大量的收纳空间 另一边就做了一个阔落 而且彩光效果很好的书台 让女女在充足的光线之下 有自己的私人温集空间 设计非常贴心 要将这个290尺的单位隔成两房单位 想问一下是装修方面用了什么方法 提升整体的空间感呢? 我们订了半开放厨房 直接加到玻璃增加透光 是的 这个半开放式设计的厨房 可以让户主在煮食的同时 又可以看到家人 同时还可以阻隔油烟味 半开放式厨房 就做了落地玻璃门和玻璃窗 作为厅厨之间的隔断 彩光度非常高 黑框玻璃门为全屋的木式面设计 增加了点缀 令整体更有格调 厨房里面就选用了水磨石和大理石纹砖 简约美观有实用 而浴室就采用了灰白色作为主色 感觉清澈透亮 洗手盆上面做了一个大镜柜 那就不用差镜照了 又可以收纳 同时延伸空间 配合大理石纹砖 增加高级感 今天就多谢林先生来和我们介绍这个单位 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不同的装修案例 就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想放上墙 但这个怎么装上去 咦?为什么不是香港插头? 那怎么用? 咦?塞了? 大锅 哇!瓷盆的玻璃胶发霉了 怎么办? 那我们做什么的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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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House 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奏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 House專員會因應客戶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和裝修公司上門大邪 我們會為客戶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 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 令客戶更加了解單位中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 House